如何配置资源 那我们看来第二项之能 收入分配之能 如何进行收入分配 为什么要进行收入分配呀 因为市场失灵当中有一个表现 叫收入分配不公平 所以我们政府在进行财政分配的过程当中 就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 而对市场经济所形成的收入分配结构 进行调整的制度 因为你存在着不公平 所以我要实现公平 它的目的是不是就是实现公平分配呀 实现公平分配 这是它那个目的 但是在这你要注意一下 我们前面这个定义当中 特意强调了一下是社会公平 社会公平不同于我们的经济公平 经济公平指的是什么 我们市场上的主体 参与到市场竞争当中去 我们要秉持的 就是平等竞争 公平竞争的原则 但是社会公平 它指的是收入差距维持在现阶段各层居民所能接受的范围之内 就是说我能够接受的这个范围是多少 那么收入差距维持在哪里 收入差距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 你要拉开适当的拉开差距 因为我们现在是什么 多劳多得嘛 但是你差距太大之后 有一些人天天浮游在这些亿万富翁 那么有一些人贫困线以下 那些贫困线的人还不得奋起反抗啊 所以呢 要注意怎么平衡他们之间的关系 那么好吧 我们就来看一下 你不是要实现社会公平吗 怎么我们怎么来说 它就是社会公平的呀 它得有一个准则 摆在那 就是达到这种状态 就叫社会公平 没有出现这种状态 它就是不公平 它的准则包括三个 一个是保证生存权准则 第二个效率与公平准则 第三个是共同富裕准则 所以社会公平要考虑到这三者协调统 那我们首先来看吧 保证生存权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权利 你得让大家先活下来吧 你不能让大家连口饭都没得吃 今天吃不到 今天不知道明天吃啥 很可能面临着死亡 这不是和你个国家的大机关呀 所以第一件事 你得先让大家活下来 活下来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公平与效率的坚固原则 什么意思啊 我们前面说来着 社会公平是在收入差距 维持在 现阶段居民所能接受的范围之内 什么意思 公平 不等于平均 不等于大家挣的都一样 因为它有体现一个叫多劳多得的 要体现的一个效率的问题 你做得多 自然而然 你的收入就得多 这是你效率的一个体现 劳动生产率的一个体现 那么同样 与公平坚固 你要这个差距 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所以它既强调了差距 但是也要维持着公平 有差距就要强调效率 这个公平要合理的范围之内 这就是效率与公平坚固 效率与公平坚固 基本上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社会当中 我们这个社会发展起来 尤其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后 富起来的这一部分人 都是属于什么呀 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当时我们的政策是 为什么当时放开了洋海地区 先让这一部分人富起来 你得有一部分富人 能够富起来 然后由他们来带动 整个经济的发展 你不能说大家就等着 你不富我也不富 大家谁都别挣钱 谁都饿着 你得先有这种 先富起来的人 由先富带后富 让他们慢慢的向前去发展 所以最开始 我们强调的经济的时候 我们是先强调的一个效率 先为我们奠定一个物质基础 有了这种物质基础的之上 我们再强调公平 所以我们是初次分配 注重了效率 再分配我们注重的是公平 让它呢 做到有差距可以 但是维持在一定合理的范围之内 最后做到效率与公平 兼顾 并没有说我们没有说 单独强调效率 也没有单独强调公平 先强调效率 然后呢 凑齐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当中 看如何把握好这个公平 两者呢 其实他们之间既有统一性 也有矛盾性 就看你如何平衡好 这个点就行了 那么这样 我们是不是保证了 生存前的基础之上 我们慢慢的富起来了 那么接着我们就向往了 我们的第三个目标 这是我们向往的目标 共同富裕 但是你看我们目前的这个状况 我们是在奔着这个目标去发展 但是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么高的一个水平 毕竟我们还有一部分人 还在生活水平很低嘛 所以我们还在向着这个目标 再向前发展啊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如何做到这一期点 社会公平的一个准则问题 有三项 层次不一样 一个层次比一个层次高 看我们如何向前发展的一个问题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 我们不是要达到一个这个准则吗 我们社会公平 要实现的就是公平 就是因为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存在着不公平 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哪些方面存在着不公平啊 有这么几个方面 三个方面 从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不公平当中 总结出来的这么三项 一个就是生产要素占有状况不公平 这是历史原因所导致的 另外一个就是制度上的不完善 还有一个是个人及家庭状况的不同 个人自己的原因导致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生产要素占有状况的不公平 这种历史原因 说白了就是 我们每个人出生的时候 他所占有的一些资源是不太公平的 你想一想 有一些人出生之后 就可能是富二代 比如说王思聪 但有一些人一出生 家庭就很贫困 生活在某一个很偏僻也很偏僻的 山村里面 从来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长什么样的 有吗 有呀 并不是说没有这种情况 有 是不是先天性就不公平 你先天生下来 你的家庭环境就是不公平的 那么我们要以农民来说的话 每个人占有的这个地质 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白鹿园 看过吧 当然他们蒸的不是一块地吗 有一段 土地的贫瘠肥沃 决定了当时的人能不能够吃上饭 对吧 所以我们来看 初始条件 你的土地 你的资本 你的劳动的不公平 市场机制 没有办法改变 说再来调一调 你凭什么给我调 你调不了啊 另外一个 制度上的不完善 这是现实制度的原因 现在可能还少我们一些这个法律规定的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 但是以前是不是存在过 我这个岗位只招男生不招女生 还有一些岗位 如果一旦我们的女性怀孕了 不好意思 会想尽各种办法 让你自己自动离岗 因为你一旦怀孕后面 你还面临着哺乳期啊 产假呀 等等这种 你没有办法给我创造价值啊 所以我是不愿意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的规定是什么呀 法律规定什么 规定你 招的这些女员工 在她 在你公司工作 如果后期怀孕了之后 你不能够肆意的辞退她 你不仅不能辞退她 你还要让她上班 那么后期还要给她产假 哎 那么等她来了还可以继续上班 给她一些哺乳嫁 是不是都是这些相应的规定啊 我们法律规定下来 有一些解决了 但是还有一些什么 同工不同酬 性别启示 就业不平等 这些情况是真实存在的 明白 个人及家庭状况不同 这个是个人自己的原因 从历史到现实 我们个人自己的原因 也不太一样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家庭成员数量上 如果我们是一个421家庭 什么叫421家庭啊 就是一对年轻夫妇 两边他们属于是各自家庭的独生子女 所以他们将来成婚之后就面临着要养4个老人 他们如果有了孩子 那是不是就组成了4个老人 一对年轻夫妇再加上一个孩子的生活 这就是一个421家庭 三明治啊 加心的呀 那么你想他们的压力大不大 和另外一个家庭 他们家呢兄弟姐妹很多 基本不怎么负担这些老人的一些 一些赡养费啊等等 那他压力肯定是不一样的呀 另外个人的一些偏好 比如有一些人 他非常有这个风险意识 他要是给自己买了这些 很多的一些保障性的资金 一些保险 那么一旦风险来临的时候 那么你就要知道了 有一些人他完全不抗风险 有一些人他的抗风险能力就会很强 所以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在分析社会不公平的原因的时候 是不是就有这些原因 先天就是不公平的 现实生活导致的 还有我们个人自身的一些情况 反映出来的 就是这三者 所以我们为了解决这一些不公平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他的财政收入的分配范围 为了实现公平 那么他的分配范围 就是社会公平的一个实质范围 怎么去实施这个公平 那我们来看 因为你 前面告诉了我你存在这种不公平 好那我们就针对你这些不公平 一一对应着去姐姐 看是不是对应的 第一个 在效率的基础上尽可能改善初始条件的不公平 你不是历史原因导致你初始条件不公平吗 你不是土地啊资本啊这些占有的不太一样吗 那我首先保证你的基本生活 第二个是提供我们的公共劳务 比如说义务教育让你受教育是平等的 然后给你兴修水利给你呢把这些基础设施建好 让你一点一点把这个差距缩小 是不是相对来说我们就在朝着公平的方向去走 这第一项改变初始条件不公平 第二项完善市场机制尽可能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我们第二项不公平的原因不就是现实生活原因导致的你同工不同酬 就业不平等这些情况吗 那怎么办 那我就给你完善市场机制 创造这一些公平的一些竞争环境 第三一个就是个人偏好方面进行干预 有些人愿意买保险 有些人不愿意 那我们适当的进行一些相应的干预 所以我们去看一下我们这些社会不公平实施的这个范围 是不是就针对于我们社会不公平出现的这三项原因来对应去解决的 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就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那么我们还不冲着我们更好的方向去发展吗 这就是我们这一点 另外就是看我们收入分配的一个方式了 你既然要实现公平 那我们得看你得怎么实现公平 在收入方面 首先在组织财政收入的时候要考虑公平 组织财政收入的时候 因为我们知道不同阶层的人有不同的收入水平 所以我们在组织财政收入的时候要坚持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 相同纳税能的人纳相同的税 不同纳税能的人要纳不同的税 这样是不是就保证组织收入的时候考虑公平 第二一个是在安排财政支出的时候要考虑公平 比如说提供公共劳务的时候 哪些人多付出一点 哪些人少付出一点 哪些地方需要多照顾一点 这要注意 构建效率市场机制 为什么 因为市场当中存在着不公平啊 有这些同工不通筹的这些现象啊 另外改善出使条件的不公平 对吧 最后一个实施社会保障 以利于社会公平的现实间 比如说在收入和支出还不能够保证你公平的基础上 我们国家直接照顾你 给你提供这些保障措施 比如说社会保障啊 这些 社会保障 或者说我们给你其他的帮助 比如说我们一些社会救助 尤其是你实在生活不下去 我救助你 直接给你钱 让你去生活 这样 是不是就双保险了 那么能够实现他们的公平 所以我们去看一下 每个知识点之间 它都是有这种内在联系 串起来到一起的 所以我们要把它们能够串起来来基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它具体的这个主要内容 怎么来体现 怎么来实现这个分配的 你不是在组织财政收入的时候 要实现公平吗 好 那么怎么来组织这个 那我们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调整市场当中的主体吗 一个是调整咱们的企业 一个是调整咱们的个人 如果是调整企业的话 那是调节企业的利润水平 采用咱们的税收手段和财政补贴 使咱们的企业获得呢 差不多的一个利润水平 那是不是就公平了 有哪一些 首先消费税的征收 可减少或剔除价格的影响 我们还没有学后面的具体的税种 在这我们也给大家稍微的展开来讲一下 其实我们有些学员 基本上是学这些税收出身的 所以呢 你对于这一句话也能够了解 如果其他不了解的 我们稍微讲一下 为什么要征收消费税 消费税呢是对于我们国家要征收 就是为了限制你消费的 多征了税 那么你这个价格贵了 你可能就不买了 所以征收消费税 你是不是可以剔除或减少价格的影响 比如说对哪一些会征消费税 我们一些这些高档的高奢侈品 我们会征收 那么一旦它价格更高 那么你会考虑不消费的 那会形成一个比较中等水平的这些商品 另外资源税 房产税 土地使用税的征收 可以征剔除或减少 由于资源房产 土地状况不同 而形成的这个急差收入 什么意思啊 说来着 你先天占有的这个土地资源 就不太公平 但是你征了这些税 它就公平了 你在北京地区有一块地皮 你在北京地区有一块土地 那我们这时候就要包大腿了呀 这个不太雅观了 那我们就知道 那你肯定要成为这个富翁了呀 因为北京那一块地皮多贵呀 那你在每个小山寺那里 都没人去的那么块地区 你都有石墓地谁管你呀 北京这个地方寸土寸金的地方 你有一块地皮那是相当贵呀 所以我们如果对他 征收了一部分的土地的使用税 那么这样是不是可以减少 因为你这一些占有的资源的不一样 而形成的急差收入啊 因为本来你俩的价格差的特别高 征收一部分税 它的这个价格相当是要低一点 差距就会缩小 另外 征收土地增值税 调节土地增值收益 对企业利润水平的要下 增值 因为你转让这个土地会有收益嘛 征收一部分税 你这个收益会降低一点 同样也会缩小项的差距啊 这对企业而言 说就这么几种税吗 为什么没有增值税 也没有企业所得税啊 别看见一看见到时候咱们题目当中说有税收进行调节 一看见税就开始剩 千万要注意 没有企业所得税也没有增值税 为什么 增值税它是一个价外税 它不影响咱们的利润水平 所以不会对咱们的利润产生任何影响 所以它不会成为调节企业利润税的手段 另外一个企业所得税 你这利润我们以看什么来叫企业所得税 是你的所得不就是你的利润吗 那么你把这些都交完了之后 我们才交去交企业的呀 所以这也不会对它有多大影响啊 好另外我们要注意就是呢 除了这些税收和财政补贴以外 税收我们这儿再补充一句 在这儿呢主要讲的是税收 这个财政补贴没有单开来讲 你要注意有一些鼓励类的企业 我们可能是会给它这些补贴的 也是一种措施啊 另外统一税制公平税负一样的 大家要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去跑 所以要税制税负水平要一样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调节居民个人的一个收入水平 税收手段和我们的转移支付 税收手段和转移支付 对于税收这一部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它可以调节个人所得税 社会保障税 可以调节个人收入之间的差距 为什么 假如说 AB两个人 每个月各征六千块钱 有没有其他收入 没有 我们现在其中点是五千 所以他俩到时候交的税肯定是一样的 如果说他各种的扣除等等都是一样的啊 那他们将来要的税是一样 如果说他到时候挣了八千块钱 你征税之后 你如果不征税 他们之间的差距可能差两千 征了税之后 他们之间差距可能没这么多 可以缩小他们之间的差距 甚至可以说 有一些人如果说 他挣五千以下 他挣四千 那你对B如果征了税 那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是比较缩小一点的啊 他拿到手的收入就少了呀 这是缩小了个人收入之间的差距 还有另外一种 是通过征收财产税 遗产税 赠予税 调节个人财产分部 什么意思啊 假如说我把这一些都勾掉 A和B两人就是挣六千 但是 B吧 他有一个好亲戚 赠了他一套北京的房产 那这样的话 他瞬间这套房子价值不菲呀 他收入是不是就增多了 那怎么办 突然之间他收入比我多了 我又没有这样的好亲戚 那想什么样的方法把他这个收入水平差距缩小一点呢 那比如说我给他增个税吧 他不是别人赠你的吗 那我增一个赠的税 那么相对来说 他这个价格上 是不是就要缩小一点了 你原来假如说差一千万 现在可能差个什么呀 哎 少于一千万 差个八百万 假如啊 不一定有那么高 或者怎样的 假如差个八百万 是不是差距要缩小一点了 所以 他这一部分就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呢 调节这种个人收入水平 纯纯的就是工资收入 另外一个就是调整财产分部 除工资以外 还有其他收入的 另外一种就是转移支付 转移支付这些呢 就是对于低收入水平的人 的一个保障 税收谁才会交税 你挣的越多才会交税 你挣的少 可能就不涉及到咱们的税收啊 所以呢 转移支付是对于这些低收入的人 对于他们的一些社会保障支出 救济支出和财政补贴支出的 这些方面 这样是我们需要注意 对他调整的一个具体的内容 我们看如何对他去进行调节 他的税收手段 还有他的这个转移支付内容 税收就是对高收入的人 总体来说对高收入的人 我往下降一降 而咱们这个转移支付 对低收入的水平 我给他补这一部分 把他这个收入水平提高一点 那么相对来说 他们之间的总体来说的差距 是不是就缩小一点 对 这样呢 就会小一点 那么这样呢 也会让我们 就从某种程度上 就调整了我们 这个社会公平 既然他们之间有差距 但又保持在了合理的范围之内了 这就是我们收入分配之中 如何去进行调节的 包括这一项 那我们再来回想一下 我们的收入分配之中 讲了哪些内容 那就是什么叫收入分配 目的是实现公平 那么在这个公平当中 我们以什么样的标准去衡量 它是社会公平的 三项基本准则 那我们又去看一下 我们社会公平当中 我们的社会当中 存在着哪些不公平的现象 我们总结为了三类 把社会不公平 历史原因 现实原因 和个人的一些原因 为了解决这些不公平 我们出了对应的一些措施 如何改变初始条件不公平 如何改变现实制度的 如何改变个人的偏好的 那么进而我们就具体到了 具体职能的这个旅行上 通过税收等等这些手段 税收转移支付这些手段 去调节市场当中的主体 企业和个人的一些具体的方式 来解决 至少咱们这个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具体的题目 如何考察的项目内容 首先我们来看说 财政收入分配职能的实现途径 包括哪些 财政收入分配职能 我们可以调节个人的收入水平 不同产业部门的 没听说 内在稳定器呢 没听说 不同地区之间的 调节企业利日水平的 这一部分的难度就加大了 我们在前面学了资源配置职能 有它的具体职能的主要内容 我们现在学了收入分配职能 我们后边还会学经济稳定职能 他们之间都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财政收入分配职能的实现途径 只有两项 那就是我们企业和个人这两项 对于第二项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 这个是资源的 内在稳定器 这个是我们还没有学是谁的呀 经济稳定职能的 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水平 指的是我们资源配职能 也是一样的 也是资源配职能 所以你去看一下 它仅仅指的是哪些想法的内容 分清楚 这也是我们的一种出体的 哎 思路 干嘛呀 我把三项职能的主要内容 给你混到一起 你能不能摘得清 我们这才学了两项 一会儿会学第三项 看你能不能分清 所以答案显得AE选项 另外一道题 在收入分配职能当中 如何调节个人收入水平的手段 那我们来看吧 有哪些财产税 社会保障支出 另外 遗产税 消费税 房产税 有哪些 像这些消费税呀 房产税 对于谁调解的呀 对于咱们的企业调解的 现在闻的是个人 所以显得咱们的ABC这几项 ABC 除了要分清 不同职能之间不要混 企业和个人之间的税收调节 也不要混 这就是咱们的收入分配职能的 具体考察 说难也不难 但是你能不能分得清 别搞混 另外我们来看 经济稳定职能 对于咱们的经济稳定职能 同样的 先要了解 什么叫经济稳定 然后进而去了解 经济稳定职能的具体内容 有哪些 那我们来看 什么叫经济稳定啊 它有三项含义 三项含义 充分就业 物价稳定 国际收支平衡 充分就业 这个我们要多唠叨几句 什么叫充分 是说所有人都工作吗 并不是这样的 所谓的充分就业指的是 注意关键词 有没有工作能力 有 愿不愿意工作 愿意 这两项条件都符合 我们就说 它是充分就业 你有工作能力 并且愿意工作的 你找到工作了 我们就说充分就业 假如说有一个人 他身有残疾 没有办法工作 他要是没有工作 我们也说是充分就业的 因为他失去了工作能力 另外一个人 他本身有工作能力 但他们家很有钱 我回家就做富二代 我不去工作 那说他要不去工作 就不叫充分就业吗 也叫 我们要这两项都满足 有工作能力 并且愿意工作 就可以 所以呢 对于我们的充分就业来说 它并不是指的 百分之百的就业 它只要达到了 某一社会认可的比率 就行了 因为我们要刨出这些 特殊的一些情况 他们不愿意工作 或不能工作的 这种 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第一个充分就业 第二个物价稳定 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 只要呢 咱们的物价上涨率的幅度 是在社会可容忍的范围之内 比如说它上涨个百分之几 因为我们每一年 这些工资水平等等要上涨 物价呢 也会偶尔的要一些涨幅 也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在一定范围之内就可以 视为物价水平稳定 你不能够经济不动太多呀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今年的物价水平稳定吗 前两年我们 不稳定的在哪 猪肉 这个猪肉太贵了 吃不起 今年猪肉的价格 基本上也就这样了 到年底什么贵的呀 我们的菜价 葱 往常的葱 这个到过年 根本不值个钱 今年的这个价格 比起往年来 我们说的时候 虽然它相对来说 并没有一些个别的菜更贵 但是它比起往年来 这个葱的价格 已经很高了 往年我们曾经出现过什么 蒜泥痕 那么今年的这个葱的价格 比较高 我们还有一些 比如说一些小米 那几十块钱一斤 价格也很高啊 那它是不是正常的呀 那我们会说 它的物价比较高了 所以啊 我们要注意 这个物价稳定 是总水平稳定就行 不要太高 而且还有我们去年的时候 疫情期间 有一些人发国难财 一颗白菜 涨到了天价 好几十亿斤 这种人简直就是太可耻了 好 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 国际收支平衡 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收支合计 大体平衡 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之下 国际收支平衡 是经济稳定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标志 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 比如说我们 所谓的经常项目 比如说我们一些货物啊 劳务啊 而资本项目 比如说我们一些投资 一些债券等等 他们要保持一个 大概的一个平衡 那我们就说国际收支 是平衡的一个状态 这是咱们这个点 什么叫国际收支平衡 那么对于这一部分 经济稳定职能的 说它的含义 这三部分会不会考啊 会考 考察方式 第一点 经济稳定职能 它的含义 三方面表现 是什么 大类考察 另外一个 具体分析性的考察 就是什么是充分就业 什么是物价稳定 对这个具体分析 不需要你背过 但你最起码也要熟悉 那么前面 我们对于 第一章 虽然内容不多 但我们公共物品特征啊 市场失灵的表现呀 都是这些条目性的 还学了资源配置的一些职能呀 它的一些主要内容啊 收入分配之上的一些主要内容 有些这个含义也是三番用意表现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部分如何更好的去记住它 不把这三项给丢落或搞混 那么这三项经济稳定的含义 我们这么来记 就叫做充分稳定的平衡 什么意思啊 充分叫做充分就业 稳定 叫的是物价稳定 平衡 叫国际的收支平衡 国际收支是平衡的一个状态 这就叫做充分稳定的平衡 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我们去发展 那就是更好的 这是咱们这一点 充分稳定的平衡 知道了它的一个具体的含义 那我们来看一下 稳定 它也有一些一挫一混点 别高混啊 那么经济稳定与增长的关系 经济增长 经济稳定 两者并不等同 但他们是相辅相成的 什么叫做 经济稳定 这个稳定 它指的是动态的稳定 就是说 在适度增长和发展中的稳定 要不要发展 要发展 稳定并不是说它 静止不动 它是动态的稳定 并不是静态的稳定 包括有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内容 也就是经济的持续稳定 协调的一个向前发展的一个过程 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动态的稳定 那么对于呢 它既包括经济增长 也包括发展 要注意 我们的增长 同样也不等于发展 增长增长 我们通常指的是一个量 一个国家的产品和劳务数量的增长 通常呢 用GDP或GMP来表示 或它的人均水平来衡量 而对于发展而言 什么叫发展呀 它包括内容就多了 包括不包括这些 数量上多少 包括 但它包括呢 还有一些 比如说消除贫困呀 失业呀 文盲啊 社会不公平啊 等等这些 说我不只考虑 我经济怎么弄长 那我看我怎么更好的 持续健康 更生态的 发展 所以我们发展的范围 是比增长的范围 要更多一点 更大一点的 这是我们要注意 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 是相互相成的 经济稳定是一个动态的稳定 同时增长是不等同于发展的 把这两者分清 就行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含义我们分析清了 接下来我们看经济稳定的主要内容 稳定稳定 说它是稳定 它毕竟是一个动态的稳定啊 所以要实现经济的稳定的增长 它得增长 那就要做到 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 其中包括量上要平衡 整个的发展结构上 也是要平衡的 不能厚此薄彼 那么我们来看吧 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 怎么能够做到平衡啊 它们怎么是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呀 怎么能够达到这种平衡呢 那就要看我们国家的一些调整了 所以呢 对它进行调整的时候 要想达到这种平衡 从三个方面去调整 第一个 国家预算收支进行调整 第二个 通过制度性的安排进行调整 发挥它的内在稳定性作用 另外一个 就是通过财政政策 和其他政策的一个配合调整 重点在这前面两个 但是你要注意 它要想实现经济稳定的 主要内容调整的手段 是在这三方面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第一方面 通过预算收支进行调整 为什么可以通过预算收支进行调整 那你就需要注意一下 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 以及咱们的国家预算收入和支出之间 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我们来看 社会的总需求 社会的总供给 社会上的一些需求 那你想一下 我们国家的预算收入 会不会形成供给呀 我们的支出 会不会形成需求呀 我们国家要花钱 国家要花就不是一个小数目 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所以在整个社会总需求当中 国家政府的需求 占有了很大的一个部分 所以政府的支出 就会形成需求 而我们国家的一些收入 就会形成一些供给 能够供给哪些物品呀 代表它可供的一些商品的一些量 所以既然它们之间存在的 这种关系 假如说社会上的总需求 大于了总供给 你要想让它平衡状态 就说我们怎么着 让供求稍微平衡一点 假如说这个时候 你的政府再坚持到市场上去 买买买买买 会出现什么情况 需求就会越来越多 因为政府的这个需求 到市场上可不就是一点两点了呀 所以你如果这个时候 你再说政府 我就是到市场买买买买买 那么某种商品一定会生成巨大的缺口 供给完全供应不上 需求这个量就会猛增 那还能平衡吗 不能平衡 这时候你要想让它平衡 得怎么办 我们得降低这个需求的热度 降低需求热度怎么办 我们就得少花钱的 少支出啊 多收入一点 手里赚紧一点 这钱啊 轻易不要花出去 这样是不是就限制了 所以你去看一下 如果说社会总需求 大于社会总需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要实行 预算收入大于支出的 一个结余政策 少花点 社会上的需求已经这么多了 你国家再去投入一些需求的话 那就是这个需求 没有办法再满足了呀 这时候是不是就实行的是 紧缩性的财政政策 不花钱就是紧缩性 它要压缩了相样的需求 相反的 如果供给大于了总需求 证明需求不足 所以这个时候 我政府就得要买买买买买 多花钱 所以这个时候就得要 预算支出大于收入的 赤字政策进行条件 我就得要扩张 我就得要花钱 花钱之后 我的需求量才会上升 慢慢的才能够达到 我供给的这个量 量了才能趋于平衡啊 是不是就这样的呀 刺激需求啊 如果是他们平衡的状态呢 那你就实行的中性政策 不要过多支出 也不要过多的收入 平稳进行就行了 是不是就这样 比较好理解 你去看一下支出 财照的收入 财照的收入已支出 与我们的供求之间 存在的什么样的关系 就可以了 什么时候买买买买买买 什么时候 不要再买了 不要买买了 收着我这个钱 就可以了 好 至少咱们这个店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像我刚才这样 去给你分析 你通过买买买买买 来判断 还可以怎么办 通过需求收入同项面 供给支出同项面 需求大 收入是不是大 你看我给你 大小一号 需求大 收入就大 那么支出大 供给大 支出就大 是不是这两者是一样的 同项面的 所以你就能够看出来 如果需求大了 收入要大 不就相当于收入得多吗 多了不就是结余吗 这么判断也行 所以呢 看你哪种掌握着更合适 这是咱们这个店 好 那么加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另外一种 主要内容 它怎么调节 就是呢 我通过制度性的安排 发挥财政内在稳定期的作用 什么意思 你前面那种方式是 我直接去调整 国家的预算收入和支出 来保证它的平衡 所以有没有一种方法 可以是这样的 我不去调节 只要出现某种情况 就像那种自动的 就像我们这些 电闸式一样的 出现哪有这种 可能有漏电的这种提醒 啪 漏电保护 直接就停电了 跳闸 就直接去自动的去稳定 不需要你去再什么 你看那着火了 赶紧把闸拉了 不需要这样 自动的去调整啊 有没有这种制度啊 有 让它发挥内在稳定期的作用 也就是说白了 通过呢 对收支制度设计具有 对经济总量 自动调节功能 我把这个制度调节好 出现什么情况 自动去进行调节 使咱们的财政收支呢 它的扩大与缩小 与总需求成相反方向的 变化 维持经济的一个稳定 哪些制度啊 一个是我们在收入方面 实行累进所得税制 在支出方面 我们实行的是转移支付 说这种制度 为什么就能保障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收入方面 累进所得税制 即使我们还没有具体续习 但是我们个人都交 个人所得税 也知道这个累进所得税制 它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你收入越多 你交的税越多 因为它实行的是 七级超额累进税率 你达到某一个阶段之后 你使用的税率不一样 你交的税率不一样 所以我们去看一下 如果我们的经济发展过热 发展的势头态度特别特别好 那么企业和居民的收入 是不是就越来越多 多了之后 那么累进所得税制 这个时候 你收入多 那么你相当的税率 是不是就往上提高 提高的时候 你就是要给国家多交税 那么一旦多交税 你是不是就可以 有可能要抑制 税收如果这时候的增长态势 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的 增长态势 那么就有希望 可以相对来说 抑制经济的过热 假如说经济萧条了 企业和居民的收入都减少 那么你相当的 适用的税率也比较低 那么你交的这个 钱也比较少 这时候呢 你税收的降低幅度 就会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幅度 那么这时候可以刺激经济复苏 可以少交税啊 你手里 剩的钱还比较多 相对来说 可以呢 来刺激它的发展 是不是就自动调节了 不需要你再出马 怎么去压缩这个需求吧 怎么去 刺激这个需求吧 就不需要了 另外 支出方面呢 转移性支出 包括咱们的社会保障 财政补贴和税收支出 这些需要的内容 怎么调节呀 它和税收的作用完全相反 这种社会保障制度 就是说什么呀 它是属于 一句话来说 一个词来说吧 叫雪中送炭声的 你好的时候 我可能就不过多的 去参与你的生活了 你生活条件不好了 我一定会在你的身边 什么情况啊 就这意思 就说经济高涨的时候 经济发展特别好 失业的人数就会比较少 那么大家的生活条件 也会比较好 那么这个时候 税收支出呢 我就离得你远远的 我不过多的参与你 我也不过多的去支出了 那么这个时候 对经济可以起到抑制作用 我不能说我还给你 网上给你添钱呀等等 但是一旦你生活的不好了 经济萧条了 失业人数太多 大家呢都失业了 收入不太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转移性支出来了 我干嘛 我来对你进行帮助 我来多支出一部分 你手中的钱多了 那么是不是有利于我们经济的复苏 所以我是一个雪中送炭事的 我不是锦上添花事的 雪中送炭 你有困难的时候 我来了 你有发展比较好的时候 我远远的看着你 就可以了 这是咱们这样的 所以你去看一下 这种支出和我们刚刚这种收入 他们是不是这种配合起来的 那么这种配合起来 干嘛呀 那就是税收 是在高涨的时候 经济高涨的时候 发挥的作用更大 不征税 我转移性支出 我就往后一点错 而我呢 经济萧条的时候 我的税收 我就少征税 我远一点 那么你转移性支出 帮帮帮这个经济 怎么更好的 往前发展 相互配合着 是不是就是这种自动的调节了 哎 这就是咱们这个点 所以 那么 针对于咱们这一部分 我们来看一道具体的题目 单选题 说下列各项当中 关于充分就业的说法当中 错误的是哪个呀 充分就业的说法 说全体社会成员都有工作 全体社会成员都有固定的工作 还是什么呀 应该是哪个 有工作能力 并且愿意工作的人 我能够找到工作就可以了 并不是说在国家 行办的企业当中 所以答案选择咱们的 C选项 好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道 多选题 说财政内在稳定器的 它的政策工具 在支出方面表现为什么 支出方面 那我们一起来看 内在稳定器就表现在两方面 一个是收入方面 一个是支出方面 收入方面呢 是我们的累进所得税制 支出方面 是我们的转移性支出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吧 内在稳定器的工具 有哪个 规范的增值税 没有 累进的所得税 有 社会保险支出 财政补贴 社会福利 这些是不是啊 这些都是 都是什么 我们转移性支出的 具体内容 那么这道题 那么就选择 BC第一这几项嘛 这不都是内在稳定器的工具吗 但是你要看清 题目当中的关键词 在哪个方面 支出方面 我仅仅问了是一个方面 支出不包括收入 所以我们来看的话 包不包括B选项 这时候B选项就错了 只选CDE 因为B选项是在收入方面的 是不是一个坑 这道题如果让你选内在稳定器 你肯定能选得出来 但是题目当中要看清 它到底问的是什么 另外一道题 内在稳定器的工具 这回我看清了 是在收入方面 收入方面只有一个呀 哪个呀 累进所得税之呗 所以这样的题 既可以单选 既可以多选 既可以这么问 也可以那么问 好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这道单选第一 说当社会总供给 大于社会总需求的时候 应该采取的财政政策 应该是什么样的呀 供给 大于需求了 证明市场上的需求不足 又知道我们的支出形成需求 收入形成供给 那怎么办 需求不足 那我们政府 你要想把这个需求提升 那你就买买买买买买吧 所以你就得多花钱 多支出 所以叫赤字政策 对它进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也可以这么说 所以答案选咱们的2B选项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的第三题 说财政政策和其他政策 配合的条件 前面我们讲了主要的 一个是财政收支进行调节 另外一个是内在稳定器 接下来我们来看财政政策和其他政策 配合的条件 怎么配合呀 财政政策肯定是最主要的那个政策呀 我们还可以与货币政策 与产业政策 投资和国际收支政策进行配合 进行 这些政策我们都不展开来讲 因为这一部分呢 就让你了解一下 有哪些政策和我们的财政政策相互配合就行 那么对于呢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主要是松紧搭配的一个政策 财政政策的松紧 主要是以预算规模的扩张与收缩来衡量和判断 而我们货币政策呢 主要是利率的升降规模来进行判断 所以你去看一下 财政政策预算是什么样的 货币政策信贷规模怎么样 我们在第十三章回重点讲解去 讲解财政政策的具体的手段 工具有哪些 货币政策的工具有哪些 在这儿你只要了解 我们经常组合 组团出现的是哪个 财政政策与咱们的货币政策 那么在整个的宏观政策调整当中 要注意 它的政策非常的多 谁处于最基础的那个地位 财政政策是处于基础地位的那一项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财政政策和其他政策的一个配合利用 这就是我们财政经济稳定职能的三项主要内容 不难 但是呢 我们要把它梳理清 不要和前面的资源配职能 收入分配职能高混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针对这部分来看一道多选题 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之下 财政职能有哪一些 市场经济条件之下的财政职能有哪些 资源配置 经济稳定 对外平衡 还有哪些 财政政策有几项 三项 资源配置 经济稳定 收入分配 可没有这个 C和D这项 所以答案选择A B E 这是咱们这个店 另外 说在政府众多的宏观调控政策当中 处于基础地位的是谁 政策很多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投资政策 产业政策 最最基础的就是咱们的财政政策 这是我们经常会用到的一部分 这是咱们这个店 这就是我们的第二节 我们财政的职能 所以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第二节讲了哪些内容啊 就讲了三项职能 资源配置 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的职能 那么我们要掌握哪一些内容 资源配置 我们想一想 讲了哪些内容 资源配置的范围 三项 公共物品 总公物品 天然垄断 那么公共物品效率供给的难点 因为它需求表达困难 生产效率供给上也困难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去解决它的一些难点 那我们是如何解决它的资源配置效率问题 以及如何去解决它的公共物品生产效率问题 它的资源配置效率 完善民主科学的财政决策体制 而对于它的生产效率 那就是公共部门的组织制度和激励约束制度 那么对于咱们的资源配置之能 它的主要内容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从过三方面去调节 调节政府与非政府之间 调节我们不同地区之间 调节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 从宏观到微观的 我们去调整我们这些资源配置的一个主要智能 这是咱们这个点 那么我们原来考上中最愿意考哪 最愿意考这个地方 但是其他的点我们也要开始掌握 因为这些点其实我们这些年出的实在是太频繁太频繁了 那么其他的点就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命题点 那么对于咱们的收入分配之能 知道什么叫收入分配 实现公平分配 它的原则 或者叫准则是三项 能够活下来如何更好的发展 我们更高的目标是什么 那么接下来我们如何去实现这种公平 知道它不公平的原因 我们从哪些方面去实现公平 那我们具体手段的一个反应 就是调节企业利润水平和个人收入水平 为什么把这里给大家框起来 因为不公平的原因 每一项原因都有它的具体的对应的解决措施 都是对应着来的 所以我们不用单独去计计某一项 就能够把它们的关系给梳理清楚 而对于我们的经济稳定之能 那么要知道它的含义 充分稳定的平衡指的是什么 三项含义 同时对于它的具体内容要了解 什么叫充分就业 什么叫物价稳定 什么叫国际收支平衡 那么对于它主要内容 那就是看你到底是想自己手动调节 还是自动调节 还是和其他政策配合运用着来不同的体现 那么对于第一个内容当中 就是主要知道 它调节的时候 到底怎么调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 具体方法 怎么判断 就告诉大家 那么对于累进税制和转移性支出 如何配合运用 两者是相反的 一个经济过日时 一个萧条是怎么配合着运用着一起来 那么最后财政政策和其他政策配合运用 我们可以达到经济的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状态 这就是我们的第二节 它的三项职能 三项职能当中 每一个职能的主要内容 这一部分都是我们要重点把握的 三项不要搞混 其他的内容在把握主要内容的基础之上 其他的内容我们要在熟悉的基础之上理解 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一章 第一章你先打好基础 内容不多 把它们的关系梳理清 正在梳理它们之间的关系 自己梳理不清的 我用每张本章小节帮你梳理了 因为我们在课前须之当中 我告诉过你 一定要利用好我们的本节小节的内容 因为会告诉你每一节内容 我们讲了什么 哪些内容需要掌握 怎么掌握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还有一部分可以利用 就是我们本章主要只是点回顾的这个内容 本章主要只是点回顾 那就是你在学完了第一节 学完了我们的本节小节 学完了我们第二节本节小节 自己把这个内容梳理清楚之后 然后怎么办 关上电脑视频 关上你的教材 合上你的讲义 那么你来回忆一下 我们的第一章到底学了哪些 这是对自己做一个检测 对自己做一个评估 第一章内容 我掌握了多少 第一章内容 现在呢 我还是以天空体的形式给你的 从主要是呢 先让你小事牛刀 练练手 用来练手的 接下来会干嘛 从第二章开始 我就会以问答体的形式出现 就老师咱们考试不是就是考单选多小半例吗 不考问答吗 你考你如果在平常掌握的时候 是以这种形式掌握的 那么你还发愁你在考试的时候 如果是选择题做不对吗 简答题如果你都会 你还怕选择题不对吗 所以我们第一章 先小事牛刀一下 先练一练 用单选 这种填空题来练 后面我们用问答题来做 这是我们这个本章主要指示点 说老师我万一哪个不知道怎么办呀 我确实忘了 那你要等你整体做完之后 去回看我们的讲义 那么同样的 我也给了大家一份完整的答案 完整的答案 但是那个答案不是让你说 我做这个内容的时候对照来的 你利用好 我为什么给你 是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不愿意最后去翻着每一张讲义 去一点一点找的时候 可以去看后面 是用来让你说我做完之后具体去对照省一点时省一点力 但是如果如果说你是非常有心的一个学员 你会说老师虽然你给了我这一份答案 我也不太会用去用它 为什么我会根据你给我的这些提议 我去对照着讲义去看这个内容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去回看的时候 你相当于又巩固了一遍男的知识 我给你只是以防有一些提议 你可能呢 忘了想要瞄一眼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作用 或者到后期我们呢 用来整体的复习 你可以用一下这个内容 前期的时候 还是以这个来对照我们主要的这个讲义内容来学习 好 这就是呢我们的第一章的内容 第一章的内容作为我们的开篇知识 它并不难 但是它的这个关系 其实第一章我们需要梳理清 只有梳理清是他们之间的逻辑关系 那么你才知道这些知识点 为什么这么掌握 如何掌握 第一章内容 我们相对来说 讲的速度并不快 让你先跟上这个节奏 那么等于适应这个节奏 我们后续会有一些知识点 那我们会适当的加快一点速度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我们终极采税第一章的内容 希望大家在这堂课程当中能够有所收获 好 本次的课程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